那學生他的受教育權,還有學生的學習權,還有學生的人格發展 我們老師都不能給他傷害 那麼像這樣的一個法令頒布出去之後 我個人因為是研究教育 因為以前我那個工作有一個好處 世界各國的教育資訊都會匯集回來 然後經過我們辦公室把它做整理 我看來看去沒有一個國家明文規定老師不能夠給學生提法 當然有一些提法是應該要用間接性的 或者是用某一個專業性的方式 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的法令 是明文規定老師你都不能提法 那你想想看學生的人格發展 各位想想看學生是成熟的個體 還是我剛剛說的不成熟的個體 那不成熟的個體 他善心手有幾個 十一個 其他的都是惡心手 對不對 那麼你都是惡心手 那學生呢 他的人格在發展的時候 老師不能夠給他一些約束 老師不能夠對於他的這些不好的這些行為 給予適當的必要的處分 那你想想看相對的其他的同學 他們就沒有辦法來真正的學習 所以我記得有一個電視節目我看了以後 我一直的掉眼淚 我太太就跟我講 你那麼多愁善感啊 那我為什麼會掉眼淚 因為我看到一個老師在教學的畫面 學生亂紅紅 對不對 然後那個老師呢 他也沒辦法 就是繼續在課堂上這樣 繼續上他的課 學生呢 在底下呢 跑來跑去 結果那個 電視畫面也是24個小時在 那個鏡頭這樣一直的播 好 整個社會議論化了 大家在罵這個老師 你像什麼老師啊 連一個教室的資訊 你都不能夠維持 你還叫什麼血 好啦 只有一個 他的媽媽 沒有教師的同業 沒有一個教育人員為他仗義之言 只有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站出來說 我一輩子也是當老師 我一輩子也是教書 但是請問你們 現在我們的孩子 能夠允許我們給他 替罰嗎 不行 好 那現在呢 各位 所以也不要為這樣而擔心 我曾經常常跟各位說 這一個人類的思想 擺盪來一定再擺盪回去 擺盪來一定再擺盪回去 所以2012年 很多人說世界末日 我很贊成 但是我所說的世界末日 跟一般人的認知是不一樣 我所說的世界末日 是資本主義的那個思想的末日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的社會走到毫無自信 混亂的 真的是大家覺得很 這個不是我們人應該生活的環境的時候 每一個人就會開始思維 所以各位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留意到 2013 我們台灣總共出了12部紀錄片 看見台灣你們都看過了對不對 好 為什麼這些影片 不是故事的影片 而只是對於現實的這些刻畫 然後所呈現出來的 為什麼那麼轟動 各位想想看 我們台灣現在呢 它走出了一個新的東西 那麼新的東西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 會重新再去回過頭來思維 這樣的社會是我要的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更有高度 那麼你要有怎麼樣的一個高度 當你擁有高度的時候 那麼我們今天啊 我最重要就是想跟各位來分享 我們擁有高度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當一個老師 你面對的環境是這麼惡劣 可是你還是要教啊 那我們怎麼教 所以我就跟各位分享 我們一定要先把心把它提升起來 所以在《法源經》裡面一開頭 就有談到那個 有很多的這些神、神明 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一個老修行人 那有一次呢 他就跟我講 教授啊 我看了你好多的經典 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但是你為什麼要去講《法源》呢? 我們《法源》裡面有山神、水神、古神、土神、主教神、主靈神 你為什麼去談這些呢? 我說 那最主要是因為你沒有了解到《法源經》 《法源經》呢? 他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教學功績 也就是說 剛開始 你要開始休閒的時候 你要練習的 所以《法源經》的第一尊神 叫做什麼? 海月神 你的心要像大海一樣 那麼的寬廣 永遠保持開朗的心 為什麼? 各位要知道 為心所變 為事所限 所以你的心 你想想看 你一百年 你愉快的時候 你一百年都能賺掉 假定你一百年 但是你每天是 操心這個、操心那個 看到這個也不順 看到那個也不順 然後苦了誰? 苦了你自己 對不對? 所以 你一定要開始寫 那麼再來 他的第二尊叫做 身眾神 什麼叫做 身眾神 身眾神就是 你必須 我們當一個老師 一定要先開始 把自己的身體 要懂得照顧 剛剛談到 不相應行法裡面的命根 有沒有 就是大家一定要 先懂得 你要修行的人 你一定要懂得 好好的養生 所以我們再做 你看我們出家師父 大家的氣色都很好 對不對? 他們都吃素 他們都沒有吃一克 都是幾千塊的牛排 他們也沒有吃幾頭鮑魚 都沒有 他們都吃什麼 清茶淡飯 對不對? 剛剛朋友說 哎呀我怎麼好像 比十年前還年輕 因為我都吃 粗茶淡飯 所以各位 身眾神 你好好的開始養你的身 然後你養你的身的時候 要修行 是足形神 所以第三尊叫做足形神 你就要開始真的要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的走 然後你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的走的時候 你那主三神 欲窮千里目 跟上一層樓 有沒有 看見台灣 對不對? 你看 如果 沒有 沒有 在高處 來看台灣 你永遠看不到 霍靖熙 被日夜光 把它汙染成 那個樣子 對不對? 你也沒有看到 那個 南投 那個 那個是什麼 嶺 它好像也被破壞得很厲害 對不對? 所以我們 修行 尤其我們當老師 我們一定要開始 把自己的身 要把它提升起來 那你要怎麼修? 你自己呢 要有一個 主成神 你們一定要有一個建構 規矩 所謂戒 戒定慧 那個戒 就是主成神 然後呢 你在這個主成神裡面 你要修福修慧 所以你必須要什麼 主駕神 你擁有的東西 你願意跟人家去分享 對不對? 你也要主駕神 不是管他吃耶 你還要管他住耶 所以還要主駕神 對不對? 那不斷的這樣一直的提升 好,現在最重要的 我想跟各位來分享 就是說 進我們那個山門 大家再去看一看四大天王 因為四大天王 是我們當老師的 一定要學的 第一個 你要學習的是什麼? 東方持國天王的用心 好 你每天醒過來 你面對一切人事物 你有沒有很用心? 我曾經跟各位分享過 你每天醒過來 你是一個修行者 那你每天醒過來 你的棉被有沒有折一折 還是想說太太會折 所以就把他站起來 那那個在米坡就折 折到旁邊 我們面對一切人事物 你一定要學習 用治理國家這樣的一個心 來面對 好像舉一個例子 我這一次 為了這個講義 我可以說 我也看了好多書 整理了很多的資料 然後呢 一再的準備 那為什麼? 因為我必須要用心 如果 我們當一個老師 或者你當一個家長 你 如果你對你自己的學生 或者對你自己的子女 他的事情 你不夠用心 那你想想看 那效果就會差出來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我有一次 跟一個朋友 那時候我還當讀學 到另外一個老師的家 結果這個老師 他的太太 兩夫婦也都是當老師 結果我到他們家的時候 大家吃過飯以後 我們大人就在客廳 看電視 泡茶 他的小孩子 就在房間裡面寫功課 他媽媽就跟他講 你啊 就在房間寫功課 好啦 那我們 那時候還在流行保鑣 不曉得你們曉不曉得 台灣有過一次 很轟動的武俠片 叫做保鑣 結果呢 我們一邊泡茶 一邊看保鑣 結果看看看 結果他的小孩子也跑過來 結果他的媽媽就把他抱著 一直看保鑣 等到那個廣告的時候 他的媽媽 搞瘋了 大人在看保鑣 你小孩子要寫功課 躲到房間裡面去 結果他的孩子就 心不乾淨不願 然後就進到房間 好啦 結果 廣告結束了 大人還是喝茶 還是看電視 又再繼續保鑣 結果呢 這個小孩子又跑過來 結果他的媽媽也習慣了 又把他抱著 這樣一直在看 廣告的時候 今天有客人耶 都寫在這裡耶 你怎麼好意思啊 你應該要寫功課啊 不能夠這樣 那時候 我就跟我的朋友講 你要你的孩子 養成讀書的習慣 你就是要陪他們 一起做功課 我呢 就把電視把它關掉 然後呢 也不泡茶了 我說你們兩夫婦 或者是做媽媽的 進去陪孩子做功課 我跟你先生 在外面聊聊天就好 各位啊 你有沒有用心 你有沒有用心 真的 小孩子的教育 是需要用心 我們一個老師 我們一個老師 要把一個課程 要把它教好 你一定要用心 你一定要用心 你不能夠說 哎呀 用心是學生的事 我當老師 就不必了 我告訴你 我 那時候還在大學 兼課的時候 我們學校 有一個教授 他就跟我講 講說 好棒喔 我終於啊 通過那個什麼 那個博士的 那個什麼 那個論文了 就是 他不是博士 那個教授的深等論文 他說 我終於 那個 那個深等 已經拿到了 我說恭喜 恭喜 然後呢 他就 回了我一句話 啊 好棒喔 終於可以從現在開始啊 不用再繼續看書了 诶 读書是 你一輩子的事 還是只是 你為了 拿到 某一個協力的事 各位想想看 你的用心是在哪裡 我有一個 教授 他很疼我 他要退休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诶 楊楊倩 你到我 研究室來 我就到他研究室 結果呢 他就 翻了 插到一大碟的書 诶 楊楊倩 這些書啊 我教了三十幾年 齁 特地探多少錢 培養了多少 也知道 傑出人才 現在呢 交給你 你繼續用這一下 繼續教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們的時代 是一日千里 假定我們自己呢 是讓自己 停革在那裡 那你想想看 你能夠怪小孩子 說 跟你有帶過嗎 大家 有幾個人 年紀跟我差不多 我智慧型手機 我都會用 講義我都自己打 然後呢 像我今天呢 是為什麼不用那個什麼 那種 把這個投影片把它煤化 因為一美化的時候 會讓各位呢 不專心 對不對 啊 白白啊 就是黑你 你看了就是這樣 只好專心 因為它不美 就好像是白開水 你不得不天天喝 它不是飲料 對不對 所以 各位 你呢 一定要常常寫 好多的東西 你看 你們會不會賴 啊 會不會煮情 像這些都要 不要喔 這樣 啊 你都不能夠跟他回 對不對 我走到了世界 哪一個地區去 我大概都會怎麼樣 都會 把我喜歡的這些照片 然後呢 就把它拍了 拍了以後 我就把它傳回來 對不對 然後呢 Line又不必錢 對不對 你打國際電話 貴的要死 那我Line 一天Line個一百次 也都一樣 都不用錢 你想想看 這麼好用 科技這麼進步 你享受了沒有 還是你是活在 古人的社會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要用心 大家一定要用心 你貝克要用心 你對你的子女要用心 你們在家吃飯 很多人就跟我講 啊 我小孩子在想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說那你是最大惡疾 我說像我 以前 我媽媽在的時候 早上 四點完就騎 那個你知道什麼 騎好 擋著 然後呢 煮啊煮啊 幫我帶便當 然後呢 還會怎麼樣 騎著腳踏車 把我載到那個 那個西湖火車站去 然後去坐 五分的車 去圓林上課 所以 我們全家 就因為我要念書 全家都很早就起來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 父母的辛勞 你也可以去感受到 那 一大股的那個 那是什麼 那飯裡面 那是什麼 我以前都吃那個 錯簽的韓子 韓子簽 你們知道嗎 啊以前的 我們整家的韓子簽 也不敢說 這樣吃的 都要再給它打個打 啊 打一打的時候 煮韓子簽 啊現在米的時候 只中一口 一口的時候 每一次我都會跟我媽媽講 我的那個飯不要那麼多 你那些韓子簽啦 我媽媽說 啊你那個科高學校 大家都在吃飯 啊如果看著說 你在那個 在便當裡面的韓子簽 就排血 你想想看 所以媽媽在想什麼 一個眼神 你都知道 對不對 你在想什麼 你媽媽也都知道 可是現在 你的小孩子 你什麼時候煮飯給他吃早餐 我記得以前我那時候在台北市政府服務的時候 那時候 有一天 局長他找我去 他說議員啊 他認為說 我們學校啊 開放那個合作社可以賣那個什麼 早點 可以賣那個什麼 早餐 那這樣的話 可以節省很多的 這些 家長的工作量 我那時候就跟局長說 不行 局長說 議員的結議耶 我講這個結議不符合教育原理啊 你想想看 我們學校是辦的是什麼 學校教育 養育是誰的事啊 養育是父母的事耶 為什麼現在養育 家庭不負責 現在學校也沒辦法負責 外面呢 就讓你亂吃啊 所以台灣美食天堂 原來我們吃的都是有毒的食物啊 想想看 我們真的沒有用心 那假定 我們現在 因為開始修行 那我們要怎麼用心 所以啊 那個東方持狗天王 他手上拿的就是一個琵琶 有沒有 這個琵琶就在告訴我們 我們 工作 跟休息 你這個時間啊 要怎麼樣 有一個間隔 要有一個七塊 也就是當我們 工作的時候 那麼你不要一直的工作 你看 我們那個木魚有沒有 木魚的那個眼睛 是 永遠是什麼 珍開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佛陀的一個學生 佛陀說 啊你怎麼咧 我們在講課啊 你在睡覺 結果他發誓 他從此 眼睛不再怎麼樣 他那就是要這麼精進 所以那樣就不對了 所以 各位一定要記住 所以我們一個修行者 或者是我們當一個老師 當我們在做各種功課的準備的時候 你一定要很用心 我有沒有 越來越精進 我有沒有讓我的學生 越來越好 如果你能夠抓住這樣 那麼你又懂得 即時的放下 懂得有時候 該休息的時候 就要休息 那我們的用心 就是 普賢師大院裡邊 有一個禮敬諸佛 也就是說 禮敬諸佛 就是 面對 我們每天 所遇到的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都這樣的用心 然後你該休息的時候 你也可以 就放下 那像這樣 才叫做 東方的慈果天王 那第二尊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南方增長天王 那南方增長天王 那南方增長天王 因為南方 在中國來說 叫做師 師道 也就是說 我們 我們 向好的地方 去學 所以 各位看 善財同志 五十三餐 他一路都是 往南方 去餐房 也就是說 南方 就是這些善知識所在 那我們 我們 有了那個 用心 可是 問題是 我們 有沒有 那個 可以教導我們的師長 那各位一定要想到 其實師長不在外面 其實師長不在外面 是在你自己 你自己 是不是真的 像南方增長天王 各位想想看 在你的一生 其實你有很多的這些經驗 那你也有很多 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 這些經驗 都是因為你經歷過 那有一些經歷過的 你讓每一次 當你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 常常 意識戀心 在社會的 附持台灣救狗協會 郵政跨播 富明台灣救狗協會 跨播帳號 5001-6766 5001-6766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8月26日梁皇宝燦法会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三十系列法会时间上午9点 恭请惠泰法师、惠亮法师、广护法师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7月共修法会 日期7月9日、7月16日、7月23日 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开始 恭送不动如来品经文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即点灯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 或06-271-6612、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共募福恩 加入分会赖群组可登记并鼓者 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待